我国9辆装甲运兵车到台湾进行海外军训后 在香港海关遭扣留事件 并非一起战略性事件 外交部长维文指出这一点时也强调 新加坡不允许任何单一事件 其解心中关系 外长维文在出席一个有关政治趋势 如何影响亚洲和全球的论坛上 回答与会者提问 有关我国装甲车遭香港海关扣留事件时指出 应该更长远看待心中关系 不要把目光停留在眼前发生的事情上 维文也强调 尽管心中偶尔会有不同观点 但两国有着持久和互利互惠的关系 中国外交部昨天表示 已经就军车在港遭扣留事件 向新加坡提出交涉 并要求新方遵守香港特区的相关法律 配合港府做好有关的后续处理工作